大家好,今天一起做意大利包 Vocasia 所有材料在以下找到 首先在碗中加入中筋麵粉 鹽 烤母 溫水 拌勻 加入橄欖油 用手搓均勻 你会发觉面团很黏手 不过不要紧 先将它盖住,发酵30分钟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第一次截碟 首先轻轻拉起面团的一角 去到对面 重复将每个边都做一次 然后盖上布再发酵30分钟 现在开始做第二次截碟 动作是和刚才第一次一样 做完之后发酵30分钟 现在做第三次截碟 也是最后一次 拉完之后再发酵30分钟 面团正发酵 现在我们一起来做蒜头 在锅中加入橄欖油 在锅中加入橄欖油 蒜头 用慢火烘25至30分钟 30分钟之后 我们将面团放在一个已经抹油的烤盘上 轻轻地把面团拉斜开 你会发觉不容易斜开 但是不要紧 15分钟之后它就会松弛了 15分钟之后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拉开到四边 现在来最后一次的发酵 大约45分钟 用手指轻轻地插入面团 直到整个面团都充满了很多小洞 现在可以倒上我们已经煮好的蒜头和橄欖油 放入蜜蜜香 Rosemary 和其他香草 灑上一些粗的海盐 放入预热的焗炉 锅中煮大约15分钟 看看多漂亮 还很香 现在就吃得了 先做一个小洞 你会放入蜜蜜